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零號柴油或將漲價0.70元以油箱容量在50升的普通私家車為例 加滿一箱油將比之前多花大約32元人民幣 雖然原油價格在這星期一度出現下跌 但行業普遍認為這只是一次機構的獲利拋盤 並不代表著油價的長期趨勢 隨著俄烏兩國談判不斷展開 市場開始聚焦俄烏談判進展 油價出現價格短期博弈 能源諮詢機構開普勒分析說 儘管俄烏仍在繼續談判 但鑑於雙方分歧巨大 想要馬上達成協議並不容易 雖然俄羅斯和花蘭談判顯露一絲希望 但在現階段很難看到任何一方能夠做出 另一方能夠接受的仰報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 很難說原油價格足頂 儘管一些國家呼籲 歐貴克加速增產的聲音日益強烈 但至今為止 歐貴克成員國對增產興趣尿尿 在這種情況下 國際能源署IEA警告說 預計俄羅斯原油和成品油總出口量 每日將減少250萬桶 雖然只有包括美國在內的部分國家 完全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 但在謹慎情緒影響下 貿易商、能源公司和航運公司 仍對俄羅斯原油有所迴避 儘管俄羅斯的GDP只佔到全球GDP的不到2% 但俄羅斯卻供應了全球11%的石油和17%的天然氣 禁於油市面臨的供應群境 高盛、美國銀行和瑞銀都已經將2022年原油價格的預期調高 高盛預計今年的布倫德原油平均價格 會從每桶98美元上調至每桶135美元 並將2023年布倫德原油價格 預測從每桶105美元上調至每桶115美元 瑞銀則估計 國際油價在6月底前 將再次漲到125美元 近期的回檔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有分析認為 2022年至今的全球高油價現象 除了反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地緣政治動盪外 也反映美國等全球很多發達國家的能源政策 角度偏向潔淨能源 低估了全球對於傳統能源的依賴度 此外 此次對俄羅斯的制裁 被俄羅斯的經濟受到威脅 而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在警惕著 北京可能會有被俄羅斯輸血的做法 儘管中共試圖言傷亡 這個禮拜 甚至在官媒上第一次播放烏克蘭在對俄羅斯的衝突中 佔據上風的消息 但西方對中共的態度仍然十分質疑 這個禮拜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對美國媒體表示 現在白宮正在密切關注北京 是否向俄羅斯提供經濟或是物資援助 以幫助俄羅斯逃避西方制裁 沙利文說 不會允許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在外界的經濟制裁中 給俄羅斯提供生命先 美國商務部長吉拉·雷蒙多也警告中國企業 如果幫助俄羅斯逃避制裁 美國將撤斷他們生產產品所需的 美國硬件和軟件 如果中國公司無視美國限制 向俄羅斯供應微芯片和其他技術 美國可能會基本上被這些公司停業 在俄烏衝突的陰影下 房地產行業和中概股雙雙受損 比中共高層錯愕不寧 在中共公務院副總理劉鶴發布 慎重緊縮政策的講話 以及證監會發聲鼓勵中國企業到境外上市的消息後 部分中概股出現上漲 但在這天後 很多企業再度套出了先前的帳峰 這可能超市絕 俄烏衝戰爭被能源帶來的深度觸動才降降開始 大眾商品仍將面臨波動 在冷戰之後 包括上世紀70年代的兩次能源危機 以及1999年的不約打擊南斯拉夫 和美國911恐怖事件 都未能對世界能源教局帶來根本的影響 然而行業普遍認為 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 將對世界能源教局 將帶來中遠期的深度改變 這次俄烏的危機不同之處在於 俄羅斯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供應大國之一 石油和天然氣產量 均排名世界第二位 同時又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國 第一大天然氣出口國 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量 在世界出口貿易中的佔比達到25% 2021年俄羅斯出口石油約2.3億噸 僅此於沙特阿拉伯 天然氣出口約2,000億納方米 世界第一 歐洲是俄羅斯能源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俄羅斯出口到歐洲的石油和天然氣 在俄羅斯總出口的佔比分別達50%和78% 俄羅斯和烏克蘭危機升級 使得有價突破近期新高 推動多國重新啟動核電、煤電應用的計劃 而對於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 石油和天然氣進口大國、中國 這次地緣危機將帶來持續的大眾商品通脹壓力 中國市場的能源和資源需求規模驚引 約有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需要進口 中國是能源淨進口國 2021年淨進口5.1億噸原油 1.2億噸天然氣和3.24億噸每 如果能源價格居高不下 可能會推升相關盡口額 進一步抑制貿易純差 自戰爭開始以來 已經處於高位的原油價格飆升了27% 中國的鐵礦石合同 在衝突開始後的前10天裡飆升了25% 對糧食的影響可能會更明顯 中國市場的小麥價格和玉米期貨也處於歷史高位 在3月6日 中共主席習近平對參加中共兩會的代表發表了 關於糧食安全重要性的講話 在去年 中國從俄進口能源產品超過3,300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47.4% 佔當年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總值的65.3%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 在大型經濟體中 中國是最容易受到戰爭影響的國家之一 除西方的抵制外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中國的經濟體制也決定其容易受到衝擊 而且無法轉移調影響 此外 北京政府在能源或糧食方面幾乎不能自給自足 如果美國海軍撤斷馬六甲等關鍵項道 就可以對北京造成封鎖 彭博社認為 儘管俄羅斯是中共的主要能源供應國 而且中俄兩國在與美國的地緣爭端中 經常保持統一立場 但是俄羅斯的經濟影響力要順適很多 在數年以前 在美國制裁伊朗禁止其原油出口之後 伊朗將原油冒充成馬來西亞的 或者阿曼商船運輸 偷偷運到中國 中共給現金和密茲尼進行交換 但是 美國國策到了 而且對此現象給予媒體回應 現在 如果中共與俄羅斯進行禁中交易 這些交易恐怕同樣無處隱藏 在這星期 中共統計局公布了 今年前兩個月的多個經濟數據 當局宣稱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5% 全國固定資產投資超過50,700億元 同比增長12.2% 因此 統計局方面聲稱 從數據上看 中國經濟呈現出了真正的緩意 但是 在最為關鍵的房地產領域 如份居民購房中 長貸款只減少459億 同比減少增長近4,600億 這是15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數據提供商WIN的資料表明 3月上旬中國35個城市 地產銷量增速下滑 其中對土地出揚金 更為倚重的一二線城市來說 銷量增速降幅 亦在擴大 另一方面 中國社會的總用電量 亦變得萎微不振 分析人士安世民指出 總用電量通常可以作為 衡量經濟景氣度的一個 比較直觀的指標 它綜合包含了工業、建築業、 廣義消費的影響 去年 中國全社會用電量 全年同比增加10.3% 而在今年1至2月 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5.8% 高於去年11月至10月 但不及去年和前年的2年平均水平 這說明中國經濟並未回暖 亦有匿名分析人士評論說 北京現在認為去年4季度GDP只有4% 今年初不能再下跌了 所以北京提出開門控 經濟數字報得高 可能是想提振市場信心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市場是什麼樣子 中共統計局的數據說 今年1至2月份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6.7% 高於去年12月份的1.7% 以及去年同期兩年平均的3.2% 安世文表示 從真實的消費情況就可以看到 今年2個月消費依然很弱 最近3個星期 中國各地的電影票房跌幅都在五成以上 成聯會公布的市場乘用車 零售增速亦是負增長 對消費影響最大的是居民收入 直至去年第四季度 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仍在6%以下 遠低於疫情之前接近9%的增速 在今年中共政府工作報告中 將今年CPI降幅目標設定為3%左右 然而行業認為達成這目標的挑戰相當大 中共中央黨後國際戰略研究院 原副院長周天勇認為 目前的國際局勢震盪 以及大宗商品上漲形勢 對北京政府將形成為合壓力 中國是一個能源、糧食、鐵礦等大宗商品進口大國 國際價格波動上漲 中國大宗商品就隨之上升 反之就摧穩雨下降 近日 國際牛羊、雞肉價格也會連帶上漲15%左右 中國對進口規模依賴較大 即使2022年進口量保持不變 能源與其他大宗商品帶來的通脹水平也是驚人的 另外 業界警告說 2022年下半年 中國大陸很可能認來豬油共振 也就是油價、豬肉價格一起上漲的局面 有分析預計 到今年下半年或6、7月份 豬肉價格能實現反彈 如果高企的油價能持續到年中或下半年 市場就會出現豬油共振 屆時通脹問題將更顯絕 這會導致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艱難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再見!